現在有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徐曉雯女士為大家介紹 江景氏 大所宰 各位嘉賓 各位專家學者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今天實在是深感的榮幸 為忠心的感謝江新樓與向中文大學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參與第二屆中國文化文化堂會 也聽各位專家學者 就雙周青銅器及指導文藝研究的分享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 青銅器有一個特別的深遠的意義 代表著時期和時代的結束 人類文童用外相加固 製造一個圖頂 跟燒焦的陶冠相比 同意是在更加的複雜精細 必須採握採望 體驗 製造等等不同方面的知識和技術 因此青銅器的出現 促進了各種製造技術 更推動了農業 軍事 以及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 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能力 根據塔古學家的考證 遠在商朝 我國的青銅器製造技術和工藝都已經非常成熟 青銅器有著各種不同的用途 可以是樂器 音器 也可以是石器 酒器 在周朝 技術器更加承擔著語氣的作用 既是權力地位的象徵 也是技術 技工的工具 作為語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技術器的主張也就特別講究 技術得到掌握的發展 為後世的語言留下了不少爭和奇爭 這次的研討會 以商周金銅器 既鑄造工藝研究主題 請來了內地 香港 日本 法國和香港的專家學者 發表的論文及私廣義 研究商周金銅器和鑄造工藝的成果 我非常期待和我們的同事從中的學習 可以日後進一步充實我們本地公共博物館的研究展示和推廣的工作 最後 我請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您的事務局中心的祝願第二屆中國化研訪會圓滿成功 大家的交流 碩果 勒累 謝謝大家